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薪資停滯失落的20年特別報導 我是秦琳謙 我們要帶你來關注現在物價飛漲 薪資就是跟不上漲價的速度 主計處公布2021年 每人每月經常信的薪資平均是 43211元 總薪資平均是55754元 可是受到物價大漲的影響 1990年的實質薪資年增率 從8.86%到現在 2021年竟然是變成了負的0.04% 那麼有人力銀行就調查了不少上班族 薪資是長期的動漲 而且動薪期是長達4年 而且物價上漲通膨升溫 所以呢其實薪資長期以來都是被吃掉的 戴著電腦不是出門上班 而是在自家的辦公桌前開啟網路的一天 這是新冠疫情後的新工作模式 整理公司新聞資料籌辦對外發言人選 這是洪德玉出社會後的第三份工作 也是到現在薪資才開始有逐年成長 我過去工作五年左右的時間 換了四份工作 在第一份工作 我就是只有兩年多只加薪的 可能接近一千塊左右 那到第二第三份 那其實這家公司 都沒有固定的調性機制 那等於說我必須就是要靠不斷的去轉資啊 然後過去就是尋求可能比較營收比較好 或是比較未來性的發展的產業 剛出社會的新鮮人 薪資停滯兩三年幾乎是常態 尤其又以餐飲服務業綠素業最為明顯 那我們等一下討論一下我們今天就是工作的進度怎麼樣 那我們直接開始會議 陳小姐曾在餐飲業擔任管理職務 很幸運的是 一路走來還沒遇過薪資動漲的情況 尤其轉戰到了遊戲產業 薪資待遇更沒讓她失望 我的工作經歷的話大概是八年左右 這是正值 以正值工作來說大概是八年 然後我這八年 因為我看了一下大概幾乎每一年都有調性 然後每一次調最低是10%以上 對 然後應該算是在業界來說應該算是還可以的 到現在不可能說我可以買房啦 或者是怎麼樣 但是生活上我覺得都還是過得滿有餘裕的 根據主計總處最新的公佈 2021年經常出薪資 每人每月是43211元 淹增1.93% 而每人每月的總薪資 平均是55754元 淹增2.94% 很多人一定會想說我的薪資根本沒這麼高 一般人來說的話大概都是落在3萬到4萬之間 而主要原因就是被這些高所得 以及高年中的產業所拉抬 根據TVBS民調中心最新民調 一共調查3026位18到49歲的民眾 其中有32%的人3年內沒有加薪 只有加薪3%的人有將近三成 也是人有超過3成4的民眾加薪幅度超過3% 另外針對願不願意兼職增加收入 願意的人數有超過7成 但真正付諸行動兼職打工卻不到兩成比例 將近也是三分之一人實在3%以下 這換句代表什麼意思 沒有趕 就是即使你有調薪 有調3%沒有那個感覺 所以加起來你看有62人 根本不覺得自己的薪水有增加 問他願不願意加完他願意增加收入 問他願不願意兼職 也是一樣 難以去世人他願意兼職 這個充分的顯示就是他們自己認為自己的薪水 沒有辦法趕上他們的一家 有24%的人是月光族 也就是一毛錢都沒辦法存 可以存薪水的一成呢存10% 如果他一個月是5萬塊 只能存5千塊的人27% 那這代表什麼 24加27% 換句話說現在的青壯族裡面 有一半以上的人 他一個月最多只能存到10% 他薪水的10% 很多年輕人不是不願努力 而是怕成為窮忙世代的一員 根據TPBS民調顯示 有61%的青壯年 認為自己努力工作 獲得高薪機會也不大 只有7% 認同努力工作就有機會領到高薪 這也導致有94%的人 覺得台灣貧富差距很嚴重 同時8成7的民眾 也認為台灣年輕人薪水太低 沒有希望 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大學大專 廣社加上入學的門檻很低 所以大家在這個畢業之後 都希望可以找白領的工作 反而相較於這些藍領 可是薪水很高的職缺 都沒有人應徵 雇主的選擇性多了 自然不會提升這樣所謂的薪資的待遇 加上說如果專業的門檻不是很高 就會造成說薪資會停留在一個比較低的水平 介紹台灣薪資從1997年後 一直到2007年才有增加 其他幾年都是原地踏步 而到後來的2008年 2009年還有2011年 和2016年這四年再次零成長 這樣歸宿的薪資漲幅 根本難以追上物價變化 我們需要看台灣的基本工資跟生活水平有沒有相秤 那如果你把那個基本生活水平也包含房子來算 台灣的基本工資可能是至少要3萬到3萬5 在比較便宜的地區 那比較昂貴的地區在北部的話可能就要4萬4萬5左右 那現在的基本工資在2萬5 這樣的一個水平當然是不足夠 在台灣其實比較欠缺的就是在勞資的互動關係 那因為台灣的工會相對來講 可能沒有這樣一個實力也沒有這樣一個人力可以跟雇主進行談判協商 我們也會看到有些雇主即便是獲利狀況 然後好像也不盡量會幫員工去加薪 台灣的這樣一個勞工的薪資的 然後見其實很大的問題是出現在這個分配的這個問題 與員工在元宇宙的場域裡開會也能跨國連線 這是這一年最夯的元宇宙話題 科技也能夠穩坐金字塔頂端 訣竅就在於能精準抓住新趨勢 自己的條件的增加 專業的這種第二專長的培養 或是判斷新趨勢在哪裡 自己跟公司跟事業單位要創新的這些要素都很重要 因為市場其實絕對是在全世界 對於科技業來說 它本來要競爭的就是全世界的競爭者 那你不創新 怎麼會有新的機會 我們台灣因為科技業呢 是拉抬了整體的總薪資 而即便是基本工資是上調了5% 相比零件的國家 像是新加坡還有韓國來說 增調的幅度還是相對來的比較低 雖然我們的外食費用呢 比他們這兩個國家都還要來的便宜 但是呢現在是受到了通膨壓力 包括了房租還有交通以及飲食各方面 價格都上調了 等於我們加薪幅度也通通都被吃掉了 以台灣人均GDP來看已經突破3萬美元 預測2022年還會成長3% 但這數字對老百姓卻像是平行時空 如何幫自己加薪 除了在本質上努力精進 也得跨出舒適圈找出更多突破口 再來看根據TVBS民調有將近三成的民眾呢 其實在三年內都是沒有加薪的 而細看受訪者的薪資我們來看看 其實呢大概有27%主要是落在3萬到3萬9之間 而另外呢這個比例最高的前三名呢 其實竟然有將近六成呢 他們的薪資是比總薪資平均還要低的 而且呢民眾的貸款壓力真的是不小喔 主要呢是以信貸房貸還有車貸為最大宗 有著戶外美景的結婚場地 在疫情之前就是非常搶手的地方 在疫情的衝擊之下呢 也做了很多調整跟改變維持公式的營收 現階段呢要迎接後疫情時代 在人員的招募還有調薪計畫 也做了許多改變 希望能夠維持好的人才來做經營 歐式戶外場地搭配特殊造景 室內充滿設計感的座位 一旁還有露天水池 這是北市知名戶外結婚場地 不少新人曾在此結為連理 但過去幾年受到疫情影響 大大衝擊業績 經營者求新求變 逆境中多元經營不僅撐住業績 也在疫情夾擊下幫員工加薪 在這邊都是經過一連串的訓練 然後跟考核 也都有 甚至有的都已經有十年以上的這個資歷 那我們根據這樣子一個培訓的一個計畫 我們對於一些資質很不錯的 然後有意願要留任成為正職的這些實習生們 我們是優先錄取 而且優先給予他們比較高額的薪水 忙著廳堂內外照顧客人 眼前的這位是婚宴場館的廳長 年紀還不到18歲 剛從餐飲科畢業 透過建教合作 高一就會館實習工作 畢業後銜接上來 透過升遷制度 珍雪加薪升到廳長 還沒滿18 月薪就已經有3萬以上 從學校的職場應徵過來的 對 然後公司面試進來這樣子 就是一路一路慢慢爬上來 就由公司的主管慢慢帶慢慢帶 由小吃啊到喜宴現場的服務 從服務的酒水 喜宴場的服務同仁 然後接下來到廠控 二年級就慢慢生廠控這樣子 然後三年級因為要留下來 所以就慢慢培養到廳長的部分 和謝先生同理的同學們 畢業起薪大多在最低工資上下 但謝同學早早規劃人生道路 畢業之後透過考核月薪達到3萬 業者表示若未來穩定工作 持續通過考核加薪計劃不會改變 手搖著一杯一杯清涼飲料 在桃園的連鎖手搖飲店 過去店面集中在中部 現在也在疫情期間揮軍北上 不僅有拓電針點計劃 也推出員工加薪 新建員工一開始以基本工資計算 但只要表現出色 會有3%大5%的加薪幅度空間 就是從中部到現在 還是有繼續往北再拓展 對那員工方面的話 還是以最低薪資為主 然後還是都會有加薪 那主管的話有35到40K 因為其實員工他們 還是有他們的生活需要 對所以我們只要有 就是公司上有營運比較好的話 就還是會幫員工加薪 一級的影響對餐業的衝擊真的很大 加上物價飛漲 業者不能漲價 那現階段他們就採取的 不是齊頭式的加薪 而是透過績效獎金 來提振員工時期 那時候路上根本就沒人 然後就影響到我們門市 就是現場都沒有訂單 然後外送可能商業辦公室這邊 也實施分流上班 或者是在家工作的策略 所以我們外送杯數也都 就是下滑很多 那時候就是我們整體門市的營收 都有受到影響 那不過呢 就是除了這個營收的問題 那我覺得每次遇到困難 公司的這個理念支撐就很重要 就是激勵啊 就給他們方向啊 讓他們去朝著我們設定的目標去前進這樣 薪水是一些消費來源 加薪當然很重要 政府將從民國111年1月1號起 調整軍公教人員薪資4% 科技的大廠響應支持 台北市電腦工會表示 半導體面板等科技產業 調薪幅度都高於4% 群眾也宣布提前調薪 2022年1月1號起 大學畢業工程師薪資最高4萬4千元 碩士畢業關鍵職位最高5萬8千元 追根究底 勞工的薪水為什麼沒辦法提高 主要就是因為外勞跟本國勞工的工資 掛鍋在一起 以至於企業主必須負擔龐大的這個 這個外籍勞工的成本 所以追根究底必須研究 或把這個黑盒子攤開來 讓全國民眾來探討一下 但現階段恐怕民眾 會對薪資待遇不是很滿意 根據TPPS民調中心統計 針對台灣年輕人薪水太低的調查 同意的比例高達87% 不同意的僅僅就11% 若沒有調薪相關計劃 恐怕薪水期望很難吸引年輕人 頻頻換工作的機率也大幅增加 這兩年的狀況真的是蠻不好的 那在調薪的幅度上 即便有坦白說起來跟往年比 也的確在稍微少了一點點 對於比例來說 不管是調薪的人數 或者是調薪的幅度 其實較往年的確都差了一點 那到底台灣人的月薪分布比例為何 談開主計總數資料 每人每月總薪資平均為55754元 但根據TPPS民調中心統計 有27%的民眾薪資落在3萬到3萬9比例最高 其次是2萬5到2萬9佔別17% 4萬到4萬9分16排第三 前三名比例加起來高達59% 和月薪5萬以上的總比例18%來講 落差真的不小 貸款方面有現在的比例25% 黃貸22% 車貸19% 有貸款比例57% 超過一半 大部分加薪都還是在有一個集團支撐 像他可能是連鎖公司 或者是專門做加盟的 那他們其實每一年基本上都會有一些考核制度 所以通常來說有加薪的公司 大多是用這樣的方式 但坦白講這兩年比較難做一個齊頭式的 可能整間公司上百人齊頭的加薪 這個的確在今年比較難遇得到 對那在不加薪的部分 絕大多數可能還是以餐飲業啊 婚宴集團這種 他們可能真的在疫情期間 受影響非常非常嚴重 萬物皆掌唯獨薪水還漲 民眾除了自立自強 也盼望政府建立優質就業環境 業者多推加薪計畫 留住更多優秀人才 也避免這一代的年輕人 成為失落的一代 TYA新聞院就好來一名台北採訪報導 事實上低薪一向是台灣 勞動市場的一大缺點 而對比馬政府跟蔡政府時期的基本工資 五度調薪 而蔡政府是自豪六度的調整 任內的薪資調整幅度 說是略勝馬政府 但民眾實際的感受真的是這樣子嗎 隨著基本工資的調升 人力成本當然也上漲 但是業者也跟著調整物價 所以把成本又轉移到了民眾的身上 加上原物料的漲幅 民眾對於薪資的調升 其實根本無感 悶熱的低壓籠罩著城市 無論是在高樓大廈操作掉臂 亦或是蹲坐路面維修人行道 他們是勞動力的輸出者 也是整座城市的生產者 辛苦的付出是社會進步的基石 但諷刺的是他們的射精條件 卻往往是社會弱勢 2022年台灣的基本工資 調高到25250元 時薪則從160元調高到168元 但其實薪水高於基本工資的人 會覺得很無感 倒是雇主多了漲價的理由 變相把這些多出來的薪水支出 轉嫁到商品或者是服務的價格上面 等於間接抵消了薪資成長的果實 TVBS民調中心訪問18到49歲 近三年有調薪的台灣民眾 薪水增加的原因 有61%是公司調薪 30%是基本工資調漲 19%是透過跳槽 從帳面統計數字來看 基本工資調漲效果不錯 但實際感受真的是這樣嗎 房子啊吃的這種開銷 多少都會漲啊 經濟成長就是這樣子而已 你要要求說要多少錢多少錢 其實也是有個限制 就是說生活過去就好 打師工人李先生對生活看得很開 雖然基本工資調漲 但物價同樣在漲 對於領日新的派遣工人而言 生活變化似乎不大 而勞資雙方存在的資訊不對等 以及非技術型勞工的弱勢處境 也讓最低工資的保障效能弱化 動作比較慢還有比較弱是年紀比較大 有一些工人他不知道現在的工資調高了 老闆就這樣就跟他一起做下去了 有技術的工的話可能都不行了 就是沒有技術的工 同樣是非典型就業 基本公司調漲 對身懷一技之長的接案工作者有幫助嗎 拿著筆電走進咖啡廳 這位27歲的插畫設計師沒有正職 靠接案工作 舒服的城市角落就是他的行動辦公室 現在這個是我就是跟 認識一個小小的插畫師合作 比較恐怖驚悚的貼圖 目前的話接案量可以2到3萬 可以跟自己的生活有打拼 台灣房價太高買不起 因此目前不規劃買房 而最低工資調漲 對他而言更毫無影響 沒有什麼感覺 因為我就是以接案的多寡跟類型 在決定我每個月的薪資 不會讓很吃力 就是可能沒辦法存多少錢吧 其實對於一般老公或者是接案者 基本工資的調漲 並沒有太直接的一個影響 主要是因為一般老公的話 他們的薪資可能會跟個人的年資 或者是一些職業能力上面的有所不同 那在接案者的話 也是因為他們主要會根據案量 還有工作的內容來跟業主這邊談 對於一般藍領階級 以及接案工作者而言 最低工資調漲 與加薪的直接關聯並不大 但對於經濟發展而言 卻仍然至關重要 本國勞工基本上大概所領取的報酬都是基本薪資以上 那基本薪資大概就是外勞 那但是現在國內的企業 特別是中小企業製造業有很普遍的一個缺工現象 會變成一個國際競爭的情況 台灣面臨少子化 基層勞動力的缺口 必須由外籍勞工來填補 若法定薪水門檻過低 我們與鄰近國家相比根本毫無競爭力 因此才要調高基本工資 但本國勞工的加薪難題 卻仍無解方 名字是一直有在慢慢的上調的 現在年輕人會覺得可能比較痛苦的點是 物價也跟著在上升 所以當薪水沒有物價上升的那麼快的時候 其實它還是會有一個很大的落差 27歲的上班族林先生 從事媒體行銷業 除了正職工作還另外接案賺外快 如此拼命是因為他年紀輕輕 以背負上千萬房貸 房貸的話 一個月大概是要繳3萬到4萬左右 因為家人有幫忙 就是家人有幫忙付頭期款 像我這個年紀的人 大概可能薪水都落在40到50之間 其實我覺得 光是要付保險費還有物價 就蠻困難的 買車 買房 結婚 樣樣都要錢 在這個世代沒有家長的奧元 光靠自己的薪水 想成家立業真的好難 根據中央銀行研究 台灣民間消費與薪資聯動性很高 薪資成長緩慢 就是民間消費動能低迷的主因 但消費低迷 廠商營收銳減 又連帶讓薪水動漲 成為惡性循環 現在的經濟就是有一點良極 這個高科技廠商 特別是電子零組件的製造商 半導體這些產業 它的訂單還是源源不絕 但是傳產或者說內需型的服務業 基本上就是受到這種供應鏈的阻塞 還有疫情的影響 那調漲薪資他們的壓力會很大 最低工資法是總統蔡英文2016年提出的政見 將勞基法之下 作為法規命令的基本工資審議辦法 提升為法律未接 與基本工資最大的不同 就是勞資雙方必須依法定期召開會議 決定薪資的漲幅 而非像現在勞資政三方會議 以討價還價的方式決定基本工資 但這部法律至今卻仍然卡關 在西方國家勞工的工資要提升 其實很少時候是靠法令 而是靠什麼團體協商 的確有一些企業它其實不是付不起 可是它就是跟大家混水摸魚 台灣的民眾要對於勞工的集體組織 要有正確的認識 其實台灣的勞動法律 現在已經修訂的相當完善 包含勞基法 工會法 現在還在演繹最低工資法 但我們的普遍勞動條件以及薪資待遇 卻仍然差強人意 關鍵原因可能是出在我們的勞權觀念 沒有從小正確教育 台灣普遍勞動觀念認為工會的存在 就是與資方作對 因此雇主相當忌諱員工組工會 而員工也怕被列入黑名單 不敢加入工會 讓台灣的勞動權益始終停滯不前 從小學開始 你的課程裡頭 就應該要有這樣的元素進去 你長大了有機會當老闆的時候 你就不會一看到有人加入工會 然後有人去組織工會 你就覺得他們在跟你作對 就會平常心看待這件事情 對 所以勞動教育法很重要 台灣低薪問題冰凍三尺 沒有一部法律能達到立竿見影的功效 除了法制面的改革 改善整體經濟 強化勞動教育 各面向工作的推動 缺一不可 TVBS新聞立委華顧上軍 台北報導 中國大陸用躺平族來形容年輕人的困境 而南韓社會則是有代鼠族這個名詞 就是長大了還跟父母住在一起 靠父母資助過活的年輕人 日本最近則相當流行扭蛋父母一詞 一指人生就像扭蛋一樣 沒有辦法自己決定要出生在哪種家庭 那麼從人均GDP來看 根據預測韓國的人均GDP 在2027年會超過日本 台灣也預計是在2028會超過日本 這代表的是日本的生產力長期低下 可是雖然台灣的人均GDP 2028會超過日本僅次於韓國 可是對於台灣勞工來說 仍然是毫無意義的 因為我們要帶您從基本工資來看 今年韓國跟日本的基本工資 分別都是新台幣4萬多元 而台灣的基本工資 卻只有新台幣25250元 預計到了2028年 人家韓國的基本工資 將增加到7萬多 日本也至少有4萬多 但是台灣卻還是只有3萬多元 這代表台灣的躺平族 將會越來越多 而且貧窮的生活 會惡性的循環跟世襲 上次家福基金會就統計 2021年基金會輔助的2.8萬家庭當中 就有超過11%有貧窮世襲的現象 樓梯間幽暗狭窄 眼前的路幾乎快看不清 但在這裡住了快60年 每一級台階 他已經再熟悉不過 社區的人都叫他沾霸 50多年前 他和家人搬進政府蓋的整建住宅 從此安身立命 大人加小孩9個人 曾同住在這處12坪大的家 上一代的困頓延續到這一代 隨著至今陸續辭世孩子自立 目前獨居的沾霸 靠有一搭每一搭的工作 賺取微薄收入 山山就有問題了 沒有工作沒有收入 還可以存款 很嚴格啦 你說要奔什麼低收入戶 或什麼的 要經過好幾個關卡 才有奔 當了40年油漆工 難免有職業傷害 但沒錢治療病痛 受限於名下這間房產 相當低收入戶也資格不服 步入耳順之年的沾霸 如今最大願望 是過去因為忙於工作 而疏於照顧的三個孩子 別複製他的人生 沾霸住的整建住宅 坐落於台北市萬華區新安里 雖然在首善之都 但這裡的低收入戶比例 比全國高出三倍 沒資格申請低收的邊緣戶 更難以計數 幸好2007年 一群輔大社工系的學生 走進社區 2010年成立台灣社區實踐協會 為社會看不見的角落 帶來一線希望 它這區就是比較是違建區 那對我們來說 它就是會比我們 在據點附近的空間的 那種正宅房子住的人 是會更相對弱勢一些的 雙和市場周邊 一大片違建住宅 每個月幾千塊的低廉租金 讓經濟弱勢與身杖長者 想離開卻又離不開 台灣社區實踐協會 看到底層困境 想方設法幫他們長出力量 放著故鄉流行歌曲 熟練準備餐點 老闆娘小欣欣是來自越南的新住民 單親的她獨立撫養兩個孩子 曾經身兼三職 用每個月不到兩萬的收入 撐起一個家 為了顧三餐 就無法好好陪小孩 這是弱勢家庭的兩難 幸好在協會幫助下 小欣欣開了間小吃店 至少先站穩腳步 新鮮食材大火炒出鎮鎮香 小朋友跟在身邊團團轉 快樂也可以很簡單 為了幫奔波勞碌的爸媽們 兼顧工作和親職 協會沒何職缺 同時提供空間 讓放學的孩子有人陪 就是社區的孩子都可以過來 然後就有蠻多孩子 會在客廳這邊玩 或者進行一些活動 協會服務對象 超過六成都是單親 這裡免費公餐 分擔家長照顧壓力 孩子就不必在外遊蕩 單親若是家長 蠟燭多頭燒 需要空間好好喘息 但不到三十平大的據點 年久失修 容納不下更多人 因此協會發起 新安港灣募資計畫 希望更多邊緣家庭 在這裡身心安頓 去工作 工作的錢又很少 然後工時又很長 所以這些小孩就會被疏於照顧 那小孩被疏於照顧的話 沒有一些興趣 他就會在社區裡面 到處亂跑 然後就是到處遊蕩 對 所以我們看到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想要成立一個據點 讓在社區裡面遊蕩的小孩 可以到我們的據點來 每週固定時間準時來報到 宜蘭家福中心的幸福小鋪工作坊 開辦這十多年來 幫助單親若是和新住民婦女 培養遺跡之長 孩子都希望補充水分 夏天要多喝水 對 所以就發展了這樣一個水壺帶 文青峰的印花布袋 質感精緻 因為無論剪裁 車縫 熨燙 每個步驟都要求精準 這波疫情讓許多弱勢家庭 首當其衝 但這群媽媽們靠著醫生本領 透過網路賣商品增加經濟來源 還好還有一些電單可以在家裡 一邊照顧公公一邊做電單 做包這樣子 五六年前 纏綿病榻的丈夫離世 幫媽媽得照顧兩個孩子 與生病的公公 無法尋找全職工作 學習縫紉能貼補家用 提升自我價值 也找到喘息出口 他們怎麼去疏解壓力 那個時間其實是非常小的 所以他們就會來到小鋪之後 反而是姐妹之間 可以彼此互相的一些分享 那會讓他們覺得說 這是一個可以放鬆 跟喘息的位置 我們在2021年調查 我們大概有四成的家庭 每個月收入不到兩萬塊 一家四口 一個人平均 一個月不到六千塊的使用的兼費 那一個人六千 一個月六千塊 一天兩百塊 十一住行 娛樂那更不用講 他們很努力 但或許實不我語 愛憑不一定贏 這才是底層的真實人生 家福基金會統計 2021年基金會輔助的 2.8萬家庭中 超過11%有貧窮世襲現象 代表上上一代或上一代 若是中低收入戶 下一代更難擺脫困境 脫貧有一個很重要的要件 就是累積財富 有心的可能就是你收入有錢 然後工作所得 或是我買房 有心的資產 那無形的資產 可能就是你的表達能力 你的語言能力 所以我們不斷透過服務方案 讓我們的輔助這些孩子們 能夠建構他無形的能力 太多沒被制度看見的貧窮 在台灣粗估約300萬人 貧窮世襲化 需要更多力量 幫助下一代翻轉命運 TVB的新聞羅世鵬 戴源麗台北報導 在持續低薪的就業環境底下 這個世代的工作環境 跟工作的模式態度 也開始跟著轉變 那麼跟以前不一樣 現在的工作者大多 他是偏向奴性又賣命 為專一公司來工作付出 許多人是選擇 除了本業之外 同時再去創造別的職涯 擴展自己的收入來源 也在累積不同的一些工作歷練 在過程當中 又希望能夠求找更多的可能性 而這就是所謂的斜槓 會看到這種比較東方的織景段 然後我們再去疊加到 另外一種西裝的布料 這些你看到的圖案 都是我們一個一個去畫上去 去製作成這個織紋的樣子 然後包含這個沙線的彈印 細細分享自己的作品 美感與專業完美融合 他是謝明柔今年27歲 年紀輕輕 已經是服裝設計界的台灣之光 我在倫敦時裝週走過 去Vancouver Fashion Week 然後New York Fashion Week 然後Tokyo Fashion Week 也有 跟我們合作過的像是有 曾之橋 然後孫盛熙 然後陳琳酒 邱風澤等等 就是包含一些可能服裝 走秀 典禮 或者是一些MV拍攝都有 全球服裝大秀總少不了他的作品 不只台灣明星 好萊塢 寶萊塢 甚至美國東岸最大饒舌團體 都要指定合作 但儘管如此 這些對謝明柔來說還不夠 那除了服裝之外 我在20年也跟朋友創立了飾品品牌 然後走的是比較輕奢的風格 所以會有一些比較閃亮 或是一些復古的款式 那其中也有一些我們設計的定制款 組合不同設計款 搭配現今最熱門的莫桑鑽 透過鏡頭就能感受飾品 一閃一閃的亮度 因為像做服裝品牌 我們東西大家可以看到 可能是比較誇張的東西 怎麼樣接近消費者是比較有點距離 我覺得做飾品這個東西 網路電商 就是一個很好接觸到客群 就是我們能了解這個市場 我比較喜歡自由的掌握時間 然後跟我怎麼樣去分配我的能力所及 能做得到的事情 然後我覺得這樣也會是有趣的 人生就是一場遊戲 玩遊戲一樣是快樂的 然後是有成就感的 那我覺得就是做 我真的喜歡做的事情 然後 尤其是趁現在 我覺得年輕比較能 比較敢去做的時候 看準電商趨勢 推出飾品品牌 雖然平常光設計衣服 就已經夠忙了 但斜槓出新身分 更添加了自己的不可取代性 而在整體大環境趨勢下 像他這樣不滿於現狀的青年 已經越來越多 這個月魯企劃 主要是我們希望透過創意的一些活動 或者是跟書有一些共創的一些體驗 然後來讓月魯這件事情變得更有趣 靠著剛出社會的人脈與口碑 身為專案企劃的Chelsea 一個月可以接四個案子 拿著電腦手機 哪裡都是自己的工作室 而就是因為這樣的彈性 讓她發展出斜槓人生 哈囉 歡迎光臨Chelsea咖啡沙龍 我是Chelsea 那今天我們邀請到一個很有趣的主題 疫情推波助瀾下 聲音經濟趁勢崛起 Podcast的收聽量與聽眾 在這兩年內急速成長 而Chelsea也早早看準趨勢 搭上聲音列車 我原本是一個上班族 就是跟大家一樣 這樣時間掌控的彈性 是我認為 或者是我想要追求的自由 就是比方說 我可以六日 然後我就工作一整天 但是我一到五 我就不想要工作 可是可能在我們傳統的 這樣的工作環境下面 是比較難做到這件事情的 我覺得中間一定會有一個陣痛期 中間還是經歷過蠻多磨合的 所以會先做這幾個人 然後缺了沒問題之後 就會用相同模式 然後再去做數位導入 了解 跟同事討論開會 鏡頭前嚴肅的王偉倫 是負責傳產品牌轉型的公司箱裡 算是已經有一份薪水不低且穩定的工作 但隨著天色漸暗 把音樂轉大 王偉倫轉身成了 除了提升現實面也是替自己增加另類的經驗 一份工作夠不夠很難說 但根據統計 有高達八成八的上班族 是不滿意現在薪資的 而用斜槓代替升職已經不是個案 關卡一份薪水是不夠的 以前的生活的方式大概比較固定 但是隨著我們知道 最近這幾年的物價指數攀高 然後房價的價格也是 年輕人根本就是聯想都沒辦法想 所以說隨著年輕人在購物資產跟物價指數攀高的現象之下 他們覺得自己要能夠顧好自己的經濟生活品質 必須要剪裁 斜槓風正吹起 不只是年輕人 中年斜槓在疫情下也逐漸上升 若以接案經驗者來說 有百分之四十為四十歲以上的中壯年 而放眼不同年齡世代領域也有差異變化 根據人類銀行數據分析 除了兼職打工以外 1970與80世代出生的斜槓意願 以專業接案為主 但做好正職的比例也很高 而1990世代的人 除了專業接案 經營社群這領域緊追在後 2000年出生的年輕世代 更是明顯偏向想運用數位原住民的優勢 賺取額外收入 台灣的創業環境比日韓都好非常多 因為我們給年輕人很多機會 因為台灣本身就是中小企業體制 所以年輕人只要有很低的資本 然後有一點想法 像我學生什麼賣乳酪的 然後在線上 因為現在線上的科技又很發達 所以現在的這種經濟的型態 跟過去真的不一樣 有些年輕人是有機會 在這樣的一種 新的經濟體系裡面去冒出頭 他們的思維比較是在自我實現 而不是在滿足社會上 對於一個成功的質疑應該是怎樣 但是我必須說成功其實也是很少數 隨著低薪又高物價的時代來臨 與自由創新的風氣加持 拼更好的生活與出路 讓台灣的職場結構 已經悄悄出現變化 基本新聞中的榮仲文院 台北採訪報導 再來看亞洲國家 日韓的低薪問題其實也很嚴重 以日本來說 他們的平均年薪大約13.9萬美元 也就是約新台幣105萬 可是這30年來 只漲了大概4%而已 再從計程車的起步價來觀察 他們1988年大概在日本 泡沫經濟的時代的時候 當時是650塊日幣 那麼現在的計程車起步價 則是來到了710塊錢日幣 也就是說這代表相對的話 他們的薪資沒有太大的一個改變 也沒有跟著調漲起來 也就是說從日本的90年代到現在 日本經濟已經失落了長達30年 先前在台灣的話 您工作的部分的話 最主要是做哪一方面的工作嗎 行修企劃 之後過去日本那邊的話 您也會想要找類似的工作嗎 對 位於台北車站補習街附近 這間赴日工作諮詢機構 主要業務內容是媒合日本企業 與友誼到日本求職的民眾 後疫情時代各國邊境逐漸放寬 海外求職詢問度也跟著熱起來 一直都有在學習日文 然後對日本的文化就是也蠻喜歡的 6月開始日本小幅度的慢慢慢慢要開放 所以他們開始也要募集一些震懾員 以文組的畢業生來說 大概還是年薪日幣250到300萬 但是如果是以我說剛剛Global公司的話 比較大型的Global公司的話 他大概是不管文理組 他還是年薪是400 450日幣起跳這樣子 日本當地大學畢業生起薪月薪大約20萬日幣 若有工作經驗的轉職者 薪水可以再多2到3倍 大企業薪水成長空間又更大 薪資條件又人 但高薪背後藏有貓膩 有日本民眾在網路上PO出他的薪資單 一名上班族 他的月薪加上加班費是20萬0500日幣 但是扣掉勞健保 再扣掉就業保險 又扣掉稅金 最後他實際拿到的是13.8萬 算這個數字不足以代表所有的日本上班族 但某種程度也反映出日本的薪資現象 我其實兩年半多前來到日本 我拿的是他們大學新鮮人的薪水 那那時候月薪是在21萬 實際到手 只要打八成 UNI在日本擔任二手精品海外業務 透過換工作提高年收 就他觀察日本就業環境差距大 服務業的薪資天花板低 反觀IT產業求財若可 七年前到日本擔任軟體開發的神子靜 當初才到日本兩年就有能力在當地製產 他們大概20年前到現在 可能起薪我猜都是差不多的 但他們物價也差不多 等於說整個就是整個經濟 就整個停在某一個狀態這樣子 以外來人觀點看日本整體經濟 物價沒有大幅調漲 但相對的薪資成長也長年停滯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 38個成員國中 日本民間企業平均年薪排名22名 約3.9萬美元也就是台幣105萬 這個數字比起30年前只成長了4% 美國30年來成長48% OECD成員國平均成長33% 若從1990年代泡沫經濟算起 日本經濟已經失落了30年 1988年日本泡沫經濟的一個時候 那個時候計程車的一個期步價 是650塊日幣 那現在呢你看經過了30幾年 現在計程車的起步價是710 那相對呢 薪資也就沒有跟著調漲起來 那為什麼最近的一個感觸會比較深呢 因為日本最近這幾年一直在調漲消費稅 低性問題同樣席捲位於東北亞的韓國 我一開始來台灣是在台中的台灣職棒一起打棒球 31歲的普亞蘭三年前離開首爾家鄉 來台就讀政大教育研究所 之前的他曾是韓國樂天棒球隊的簽約實習生 月薪380萬韓元 台幣約9萬6 後來到國中當體育老師 薪水腰斬只剩160萬韓幣 約4萬1台幣 南韓國土研究院調查 在首爾生活 每個月生活費最少130萬韓元起跳 對於低薪 胡亞蘭只能搖頭 不可能滿意 然後我姐姐也是 在首爾的物價感覺有點貴 所以他搬到經濟到 因為我是首爾人 其實沒有什麼很要找房租的一些很大的壓力 但是至少是我一個年輕人的話 我想吃好吃的東西 也想見面朋友出去玩 這樣子的話其實不可能說錢很夠 要在韓國領高薪 唯一一條路就是擠進大企業 薪水馬上三級跳 為了解決低薪問題 2017年前總統文在寅上台後 連年上調基本工資 韓國最低時薪從7350韓元 調升到9160韓元 漲幅達41.6% 但調整基本時薪 本無法解決非即時行業的工資問題 韓國公務人員 一整個月相伴 他們的薪水大概是3萬8 3萬9台幣 但是在一般便利商店 一整個月打工的話 他們可以得到4萬5 4萬6的薪 善意的調薪政策 對於疫情下苦撐的民間企業和店家 有如雪上加霜 紛紛醞釀解雇員工及協業情緒 反而帶動年輕人的失業率 會去用基本時薪的一個主要的產業 就是服務業 你基本薪資調高 那我乾脆我說什麼 我就不請人了 韓國最近出現很多機器 到日本去不是有投幣的一個機器 然後餐券就出來 在韓國就非常的普遍 所以很多的一個年輕人就失業 所以文在寅他一直搞不清楚的 就是說 我調漲了一個基本薪資 為什麼南韓的年輕人的一個失業率 是全世界上第二高 儘管南韓在OECD國家中 年輕人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最高 但青年失業率逐年增加 2021年達到27.2%高峰 至於其他有工作的年輕人 由於南韓勞動標準法 每週工時不能超過52小時的規定 對想領加班費的低薪足造成阻礙 以前的文在寅政府的話 從2018年開始 不能超過52小時勞動法 有一些工作員工的話 比較不太歡迎這個法律 我有查過韓國的加班費是 白天上班的兩倍 您一定覺得很熟悉 因為不論是調整工資 或是勞動法規 台灣都能看到類似影子 但這些政策 並沒讓年輕人過得更好 南韓年輕人借貸情形普遍 一來炒股求翻身 二來則是因應房價飆漲 南韓央行數據顯示 30歲以上是相對收入而言 負債最多的族群 借貸總額佔年收入的 百分之兩百七十 找不到工作 沒工作 那也不敢結婚 那更不敢生小孩 所以婚姻 家庭 工作 全奪跑 這個就是韓國的全炮世代 日韓面臨同樣問題 但解放不同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新型資本主義 必須施加企業調薪壓力 韓國總統尹錫悅上任首要挑戰 則是要在經濟議題上帶領新貧族脫離 水深火熱之中 TVB新聞陳友祥許國恆王浩宇 台北採訪報導 感謝您收看今天薪資停滯 失落的二十年特別報導 我是請林謙 我們再會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